关键一个好,好,像我们岁数大了的,一个竖井空气好,主要还有一个小菜园 你看我家有个大朋友 入住以后五年不要去南北 哎呦真带劲这个地方 这一户就是门厅没装 就是一个门厅没装,这是定居的 关注鬼头,带你看东北四省真是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鹤岗市隋宾县290农场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惊喜 保证颠覆你们的想象,颠覆你们的认知 在我身后有一片290农场的别墅小区 这个别墅的价格绝对能颠覆你们的认知 看到咱家在这有几个别墅要吗 我有一个,朋友还不少 朋友还不少,跟着我的镜头来 保证一下你们大吃一惊 看看在我们黑龙江这样的别墅 现在多少钱,我说出的价格 有钱没钱都能住别墅 哈哈哈,这个粉丝会闹啊 有钱没钱都能住别墅 这句话绝对不假 我也想中这地方了 我就目前为止拍了300多期 关于房子的视频啊 目前让我最惊讶的价格 就在这里,跟着我的镜头 好,来吧 让我爱有大山是岸边 黑土是残酿 龙江水,呼吁我长大 西点河水,把我滋养 它这是哪儿盖的 哪儿建的 农场 农场新农村建设 当时建了一片 一共是58户 一共是58户 一共是39栋 现在入住有 1%多一点 入住有1%多一点 这建几年了 12年建 12年建的 猫皮 你说这就是你朋友对吧 对 跟哪儿进去 前面 跟前面进呢 这地方到夏天得更好 夏天一片绿地 关键一个好 哪像我们岁数大了的 这边一个树井空气好 主要还有一个小菜园 你看我家有个大棚 那边是你家 这个先看看你朋友 那个毛皮吧 一年都是绿色 尤其是 这雪可真高大的 这边进呢 这边进呢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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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主题啊 这就是一个客厅 也可以 这是一层吧 这是一个小尾声间 这地方就是一个厨房 现在装修的基本的关键墙全打掉 这是尾声间 这边是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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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库多也比较 这个车库不得二楼就贴了 这个车库一般都拿着尖 你这个没装修这怎么很烤气 还热的呢 更热 更热你不得花钱吗 不花钱不花钱 而且这个别墅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入住以后五年不要去奶费 入住以后五年不要去奶费 哎呦去 我是这满气还这么热的呢 而且没有物业费 水费还没有钱 上楼上看看去吗 对 只是自己花就是便费 哎呦楼上比楼下格局好 这个墙码掉 一般是装成的 这个墙码掉 直接进 楼上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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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符卧 哦 这是一个符卧 尾声间 对 这是一个尾声间 对 这是一个小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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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又有一个卧室 这两个卧室都十六七平方 这个卧室大 对 这个卧室还带给阳台 对 这个带给阳台 可以封死 现在装修的一般都把它封死 封死一个 哦 这能处理 封死干 封死 封死 多些 一百六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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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 上下一百六十平 底下还有一个二楼的地下室 这个多少钱 这个钱别说 咱们留着 咱们留一个悬念 现在就是这个二楼这个别墅 供暖 比如说收费了五年之内 不收供暖费吗 五年之内不要供暖费 就是谁要了之后 归谁了 谁五年之内 五年之后是多少钱一平方 三三 农场应该是三三 三三一平方 好了 这一屋多少钱 咱们先留个悬念 看装修完的 改啥 这个现在我们正在研究 以后就得改建讨 不在的时候 他们冬天不在的时候 可以调到 走吧 调到这个 不动而为止 用电软 夏天好 夏天全是草坪 其实冬天也挺好 我感觉冬天也挺 我感觉冬天也挺 正常没有疫情 我现在已经上南方了 现在咋说呢 要不我那些楼树的别租 我就还是共产党好 不是那现在怎么闲着这些呢 他离的厂部六公里 就是都感觉 这个啊 这个我们原先这个 这是二分厂 嗯 后边有一个 紧安的就是娃娃那时候 那是十五年 嗯 十五年当时搬迁 那时候整个年队拔掉了 十五年搬迁的时候 就是搬早了 如果晚一年这个别墅 谁也落不着 都是十五年这帮搜的库 二七啊 二七啊 现在入住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啊 二十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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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块是夏天你还真能做饭呢 这个位置 是不是啊 哎呀还行 哎呀还不错 我去 亮了 进屋就 这就不一样了吗 真亮了 真亮了这个屋 对啊 这就带好的 一进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厨房在这儿 这个毛皮单 它再强的全砸掉 就整个开放式厨房 啊 我最 看着最舒服的就是这儿啊 对 这门厅整个 用那个 塑缸口装 啊 这就是 这是原先没装的一个门厅 可以过着看一眼 我知道了 看一眼就熟悉了 这能看明白了 对 啊 这这个这户就是门厅没装 哎 就这个门厅没装 这是邻居的 邻居的门厅没装 这个他就装完了 啊 这是装完的门厅 对 这个 这些这个 或者要人多少可以一个小卧室 啊 这是车库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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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拎包就走啊 这要是卖的话 对啊 可以啊 啊 咱上楼上看看啊 还有一个小卫生间 一进门这边 这楼下 这个卫生间小 这边是楼梯 但是这也行 也够用 也挺好 洗澡啥的 在上面 下面关不着 这是一个小的 这是一个扶手 这上面是这样的 对啊 这个没装修 就是一个尖纸墙打掉 这整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主卧的 刺卧 前面这阳台封的 这也给羊台晾衣不上来 对啊 真挺热乎 真挺好 跟这看着去挺带着 菜园啊 夏天整个是全树 种菜园 这是刺卧 放煮 煮 这是煮 对 你看一声不咬 怪了 经常来到二叫它 这煮过真亮 煮过真亮 这舒服 这个窗户 就是没装修的 弄高的 那个羊底 带那个墙的那种 整个弄掉 砸掉 弄出去 直接装 可以 就跟那个 刚才那门停似的 对 这个就可以出去的时候 夏天出去 在这里坐着喝茶 看着 夏天的空气 也相当带劲了 非常好 夏天 看着洗手间怎样 这洗手间跟人够用 对啊 还是明天的 要不就把这个墙砸掉 行 下去捞捞正题 先说咱刚才看那个毛皮 那个毛皮多钱 按洞算 这是160平方米一户 卖12万 12万 12万就卖 这要在一线 就不用说了 咱别说 咱别说 隔哪了 目前为止 是我视频里边出现的别墅 最是说的 让我感觉到吃惊的 一个价格 然后咱到第二个话题 就这屋 这屋你装修完了吗 别跟我说 你装修花多少钱 啥都别跟我说 你直接说 你就这屋这一块 多少钱 要不带家具啊 别说带不带 要就都带 你拎包就走 要拎包就走 这个可就得23万左右 23左右 就这屋 你拎包就走23 我一会我就能住进来 我一会我给你 我一会给你点钱 我就住进来 咱还得露点细节啊 比如说咱就说供暖 你刚才说的什么呢 供热是农场规定是 你入住 入住以后五年免去暖费 你们交40 我们交40 对 然后反 交40反7块 就是33一平 那物业费呢 物业 我们现在没有物业啊 那谁管吗 这个就比如说 管理区 我们这是军离管理区 军离管理区 雇人打草 打草卫生 清扫垃圾 但是不收费 不收费 包括现在水费 水费还不要钱 现在水费也不要钱 不要钱 这水哪来的不要钱呢 我们也是自来水 这边有自来水 那他不要不收费 那啥意思 就是 武力上这来住 对啊 农场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你住别墅 鼓励你住别墅 我就想知道 这么好的房子 你为什么想卖它 我有多套 我有两三套呢 但是我必须住一套 我必须留一套自己住 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房子 就这样的装修 这样的别墅 这样的价格 颠没颠覆你们的认知 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评论 感觉这里怎么样 好了 咱们这期随便线 2900能场探访 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空气好 吃的又是绿色